建立起來 其實我這幾天在看高鴻安的新聞 我覺得作為女性民意代表 其實對他有點淡淡的哀傷 因為我覺得他看起來有一點 高家瑜當時跟林秉書的那種既視感 就是他身邊都會有一個 不是圈內政治人物 但是強力的介入他跟其他人之間的關係 而且看起來他們都很信任這個人 所以很聽他的話 然後有時候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斷開了他跟其他人的連結 世界或者外圍外圍的人跟他的窗口 就只剩下單一的這條線 李仲廷現在看起來某種程度就是這個角色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就是高鴻安怎麼說 也可以說是郭台銘董事長一手拉拔起來的 可是大家可以去觀察 最近郭台銘到新竹的次數 還有他最近跟高鴻安同框的次數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可能那個新聞要往上翻好幾個月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兩次 郭台銘董事長這陣子全台走透透 但是他到新竹 如果你去看進不了市區 他只去竹北 但是新竹市的市長是誰 是他曾經直接冠上郭台銘的子弟兵的高鴻安 這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高鴻安這個嘴巴上面當然還是會講一些這個場面話 可是實際上你會看到郭台銘也好 柯文哲也好 到新竹去之後跟他的行程 好像八字對客 怎麼對都對不上 那連巧遇的機會基本上也都沒有 可是大家印象很深刻 2022年郭台銘董事長 當時到立法院的時候 他是親自跑到群銜樓門口去接 而且幾百個媒體朋友 這個助理什麼的幾成一團 他是全程陪同最後再一路送上車 所以政治人物在現場這麼多前輩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真的對這個遠道而來的這個人 內心有情 你要怎麼製造一些這個巧遇 這個不小心碰到一定都可以 公開場合 即使你不方便明明確的選邊站 但是你對過去的這一個長輩也好 郭台銘雖然他的長輩 過去的老闆也好 你一定能夠安排一些巧遇的場合 讓郭台銘有面子 只是高宏安的選擇要不要而已 那這個裡面辦公室的這個同仁告訴我說 李中廷帶著高宏安在選上新竹市長之後 頭他的形容詞是這樣 頭變成十倍大 這個十倍大原因是什麼呢 他覺得你郭台銘柯文哲都沒有用 我選上是靠我選上的 靠我李中廷扶選 靠我高宏安本人選上的 那缺錢呢缺錢怎麼樣 缺錢不不沒關係 我們自己去處理就好 所以不就是剛剛我們討論的半天的嗎 那個跨離碗會要辦 但是如果沒有資源沒關係 Jack搞定他可以帶著這一份 即使只有幾頁的企劃書 他可以去拉到贊助 這就是這個高宏安從立法院到新竹市府 這一路以來微妙的心路歷程變化 那我在想啊 這個郭台銘董事長 大概心裡應該也是一陣冷一陣涼的 因為即使去年選前職業 這個郭台銘不願意到高宏安的場子去露臉 那顯然高宏安對這件事情 我想也還是耿耿於懷了 那大概也就加強了說 最後我選上這個市長 我沒有欠你 但是我對高宏安的這個 擔心是說 這個他會不會到最後 重判清理都走光了 但他身邊就剩下一個李中廷 現在包括國民黨感覺也不太挺他啦 因為在助理廢案那個時候 哇高宏安還列出九個人挺他 裡面很多是國民黨朱立倫也在裡面 那時候朱立倫衝第一個超man 結果現在好像也鎖了 這件事情我個人是有點意見 因為主席要挺他 沒有也沒有跟我們大家討論過 他就衝了 我沒有覺得那個足以代表全黨上下立場 我坦白說 那這件事情 反正現在司法正在調查當中 我相信助理費在座都不同黨派 但我相信大家的這個中心思想 應該都是一樣 你沒有辦法為了這個事情 單一去支持一個人 我又不是他 我也不是他的助理 錢也不是我領的 我哪知道他領的過程有沒有什麼貓膩 這種事情你敢去挺 那我只能說你頭殼壞了 真的 今天就算我同黨的人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算是我的親人發生這樣的事 我都不敢殺挺 我講得很老實 就算我當然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不會盲目勤勒 叫大家都跟我同黨的就要來支持我 這個沒道理 因為有沒有做或者做到哪裡 只有他自己知道啊 那你去治他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你政治的籌碼 不能壓在未知的事務上 除非今天這件事你自己經手 我很坦蕩蕩 我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我可以支持我自己 但別人我不知道那是別人啊 所以我倒不覺得說 這個國民黨對高雲的態度在轉 我覺得不是 是對事不對人 要看是什麼樣的事情 那今天就算是有黨 民共黨現在可以算我們的友軍 有黨 那甚至就算是同黨的 我也不覺得在這樣的議題上面 適合一路的挺到底 好 除了我們剛剛有提到 大家現在都說高雄